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猪仔 提前介绍了一只好东西 黑化藤湖 藤湖传说 继续 不要让他停 这一只趁着猪仔 6点多钟就有几个标迷过来 拿标 现在是5点8个字 猪仔介绍一只新款的手标 叫做美道的Multi-Ford TV Breakday 为了庆祝美道大日力碗标 敏世100周年 出了Kalibra 80的一只 80小时动力柱能的Multi-Ford Big Day TV 大日力枪 还有新的颜色 巧克力色的手标 深巧克力色 深啡色的标盘 有点渐变色的标盘 再加上有点打横的条纹 今次配搭了猪仔最喜欢的玫瑰金色 很棒 我自己也忍不住 但今个星期暂时订了一只 先交给标迷 这一只是标迷订购的手标 在镜头前面 如果有看我的视频 今天就会看到我这只推介了 这只Multi-Ford Big Day TV的手标 最棒的是在12点位置 有一个日力枪 两个格制显示的大日力枪 下面写了尾道automatic 其实这只手标 用了80小时动力柱能的机身 装饰上也有日内瓦条纹的打磨 另外它也写了 官网也写了 用了玫瑰金色的PVD电道 很多时候标迷都会说 会不会很容易脱色 如果是玫瑰金色 其实它用了物理气上沉积的技术 这个技术是没有杂质的薄膜 所以令到它的抗色性比较强 也没有那么容易变色 或者变淡色的玫瑰金色电道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另外我之旅有些标迷就会说 标项会很容易刮花 其实它大部分位置 由标脚到Bassel的正面 甚至乎到标身中间的部分 都是做了拉斯花纹的 所以不容易刮花标面 而且我发现它采用了 一个方形的蓝宝石玻璃标面 标面上面有少设置 有少设置 回应昨天有两个标迷 还是前天有两个标迷的查询 就是它说 这个12点为之这颗点点 我自己觉得整支标里面 最大的缺点就是这颗点点 我自己反而如果给我设计 的话我就不要这颗点了 当时我记得有YouTuber 就问过 尾道的设计师 为什么会有12点 要放这颗点点 就是因为每一个夜光 下面每一个夜光 都齐点数 但是因为放了大天 在12点位置 所以它就把夜光的点点 放在上面 但是它没有做夜光 那一刻才奇怪 因为做一颗夜光也不同 但是它没有做夜光 我试试大家的夜光 夜光方面它就用了 Supernominnova 我自己证实回复第二个标迷 就是第二个标迷的问查询 就是上面这个12点位置 这颗点点有没有夜光 就没有做夜光 下面时分针加上黑度 就有做夜光 还有回复第一个标迷 就是它说 什么时候会推出 这颗珠仔会拍片的推介 一颗巧克力色的新颜色 它跟珠仔一样 都喜欢玫瑰金色 这颗啡金 一个perfect match的颜色 在手标里面 MultiFord Big TV 这个TV Big Day 其实电视机的学型 基伏股有时尚 为什么说得这么矛盾 什么叫做基伏股有时尚 就是它用了一个新颜色 就是有玫瑰金色的配搭 再加上它用了一个时尚的设计 一个时尚的机身 80小时的动力储能 其实一个机身很好 80小时的动力储能 当你星期一至五 会配戴这个手标的时候 星期六日 如果我放假的时候 配戴sporty watch 例如行山 北上消费 星期一 配戴的手标 都不会停 这个就是最大的买点 好了 再看看标官 标官做了一个螺旋式锁标官 这里有一个 美道上面有个logo 在标官上面 做了玫瑰金色 护官的位置 你看到做了拉斯不受降 Bashall的位置 哪个位置都做了光身 变成拉斯简泡光 很有层次感 标带方面 做了一条 软装的一条胶标带 这条胶标带 做了一个 啡色的 中啡色的胶标带 整个感觉 很高档 也做了玫瑰金色的标扣 也是做了PVD 杜膜涛层 整支标带 用了橡胶标带 这个标带做了橡胶标带 防水 好像现在的天气 天气热 可以在水里吐一下 都没问题 这条胶标带 没有那么容易损坏 好了 先看看标带 标带做了一个 四粒螺丝系统的标带 我看看 他做了四粒螺丝系统的标带 上面 标带有日来亚波纹 你看到他做了一些调纹的标带 写着了尾道 Safira Crystal Stinger Steel 写着了尾道 写着了100M的防水 还有快拆功能 有快拆功能 我在淘宝 甚至在外国网站 看到有些代用的标带 可以更换颜色 它都有快拆扣 自己可以方便更换 那代用的标带 如何分别呢 摸到手感也挺好的 不过就没有了尾道的标带 但它的标带还有尾道的标带 真的不错 我见过实物的 有标带带给我看 前一天 好了 回到正面 这只 这只 拥有80小时动力处能的机身 其实 坊间网上的讨论区 就会说它有一个缺点 除了它 这个 讲笑 就说它是薛家宴 上面12点位置有它1点之外 其实它就说 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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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复杂的机身 我怎么这样形容 其实在这么小的标盘上面 有两个格子显示 就是有两个转盘 在这里 作为一个Big Day TV 就很容易教坏 机身 它就说很容易坏 机身教日力盘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尾道就改善了 经过这个经销商 尾道就改了整个机身的设计 将日力盘的勾勾 它就加大了 还有提醒大家 去到6点多至8点多的位置 先好教日力盘 就没有那么容易令到日力盘 卡了 即是日力盘 因为半格教的时候 它就会很容易卡 因为它两个格子显示 大家记得 扭到6点多钟 还有现在它将日力盘的勾 日力盘其实每一天都有勾 将勾加大了就没有那么容易扭断 而且尾道也很好的服务 其实尾道就有全球两年保 再加上尾道的服务 也是ok的 我知道ok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现在就改善了 将机身的日力盘 也是跟网上之前所说 之前确实是 会比较容易勾到日力盘 如果你忘记将它扭到6点多钟的附近位置 现在只要你扭到6点多钟的位置 其实日力盘就没有那么容易勾断 因为它已经加大了勾 好 整支标的总重量 绑一绑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这支MultiFord TV Big Day 究竟是多重呢 膠带就去到108g 不算很重身的 我自己觉得ok的 再加上直径方面也很好 40 目测就40m 41m左右 试试试试试给大家看 这支朱古力色 外面也断货 也不多货 以我所知 朱仔有办法订得到 40m的标径 不大不小 11.7mm的厚度 而脱脱就去到46.5 反而现在出了新颜色 那么多颜色我最喜欢一只 因为如果认识朱仔的标迷 就知道我喜欢玫瑰金色 玫瑰金色很高档 藏了咖啡色的标盘 我们叫它朱古力色 好 喜欢这支朱古力的MultiFord TV Big Day的你 听清楚了 建议零售价9600元 9600元 那朱仔推介超顺价 多顺价呢 这支朱古力的MultiFord TV Big Day 朱古力色 七二折 6998元 喜欢这支朱古力的标迷 就有完装盒 这个 钓牌 保用证 做两年保用给大家的 国际保 好了 喜欢这支朱古力的 记得给个赞 朱仔需要你们支持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来 按下来 那个标迷就要收货了 因为我今天就会交去佐敦店 希望你看到会满意 我朱仔就很满意 非常漂亮 这支朱古力的 弄得我哆哆乱 心大心小 不知道你有怎么看呢 可以留言区留言告诉朱仔 我们下集见 喜欢这支MultiFord TV Big Day 尽快找我 我们下集见 拜拜